好 下面开始我们解答几位佛友的问题 你看我们的回答问题 感恩恩师慈父卢君宏台长 弟子代表印尼公修主提问以下三个问题 问题一 同修帮忙念心经给健康的家人 每次都觉得非常累 这些情况是否同修的功力不足 还是家人业障太重 同修本身功课大悲咒四十九遍 每天请师父慈悲开示 这个同修的功力强不强 不是他念多念少的问题 这个修得不好念得再多 他也不一定马上能够充电 对不对啊 你刚刚讲的这个问题 家庭的家长的 比方说家底的人的业障太重 和他本身的功力不足都有关系 不一定是家庭的业障太重 也不一定完全是他的功力不足都有关系 至少有一点就是业障比较重 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问题二 印尼功修会已成立红法团 而有几位同修自己主团 做自己的红法活动 没跟功修会沟通商量 而只是通知医生就去红法 派发光碟和书籍之类 也不清楚是否有当地政府批准 这样做是否如理如法 请师父慈悲开示 这样做不应该去责怪他 而应该去团结他 去了解他 他的做法是在度人 是个好事情 只是说没跟功修会备案 应该跟他去讲 去主动接触他 去了解他 而不应该说你不努力不努法 应该度人发光碟 当然努力努法 救人有什么不努力不努法的 要关心他 要政府要注册了 你应该怎么样 跟我们报个案 备个案了 我们可以帮助你了 你还缺什么吧 你不懂吗 而不是指责他 你不应该去啊 你们怎么可以不跟进 我们同意就去了 那么他们来到这么多人 跑到奥克兰来 很多人来到这里 有没有经过我同意了 他们怎么就来了 感恩师傅 慈悲开示 我又不能说你们不努力不努法 他们当然努力努法了 坐飞机买机票 问题三 有同修念经速度很慢 看经书念也是很慢 不知什么原因 所以一天只能够念一到两张小房子 请问师傅 同修面对这样的情况 该如何改善才能够念更多小房子来还债 请师傅慈悲开示 念得慢不是一个缺点 念得慢可能他念得很仔细呢 念得快 漏句子也有啊 对不对啊 念得慢就让他好好地去慢慢地念 没关系的 不要 这种不是一个问题 一张两张也好啊 总比不念好 他要念出来一张就是一张的 两张就是两张的 你看看庙里他们念得更慢 对不对啊 就是一个炉香战 唱半天的 阿梦 对不对啊 你说 你让他去念庙了 像你们念好 心灵法门的佛友出来 都是很快的 开心啊 对不对啊 开什么玩笑了 谁愿 谁愿 吃饭也有吃得快吃得慢的 要看肠胃的 肠胃好的人吃得快 肠胃慢的人 你叫他吃快 他肠胃不舒服 不消化嘛 感恩师傅慈悲开示 弟子问题已问完了 在此 弟子 预祝师父明天奥克兰法会 圆满成功 感恩师父 感恩大家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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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心菩萨 感恩 十方三世一切 祝佛菩萨 隆天护法 感恩师父 我来自奥克兰观音堂 现代表奥克兰观音堂 提以下四个问题 请师父慈悲开示 第一个问题 请问师父 同修儿子一岁多 回国时 同修和妈妈吵架 他的妈妈气质之下 给他一岁的儿子 磕了两到三个头 不久以后 他的儿子就得了勾扰病 现在都没有好 儿子之前很健康 同修现在感觉 很对不起妈妈 也对不起儿子 而且同修回来以后 变得很暴躁 请师父慈悲开示 该如何化解 你们听师父的话的孩子 个个都很好 这就是谁不听我话的 我跟你们讲过吗 长辈怎么可以跟孩子磕头啊 磕头孩子就生病 我讲过没有啊 你再怎么样 你要控制啊 学会忍耐啊 人不是动物啊 要control啊 你要control yourself 对不对啊 对 这个不行啊 谁跟谁磕的 就是他的妈妈 跟他的一岁多的儿子 磕的两到三个儿子 一岁多的儿子 根本没能量的 经不起磕头的 一磕头就生病 而且还折瘦 对 就算病好了 还会折瘦 他妈妈 而且念经了吧 对 好了 要明白 你以为他妈妈 你以为他儿子是谁啊 同修念经 他的妈妈不是很清楚 他的妈妈 同修他本身是念经 他是那个儿子的妈妈 听不懂啊 对 一开始说的时候 我也有一点 就是这个同修 相当于我 我带我的儿子回去 我的妈妈给他磕的头 哎呦 哎呦 这个长辈更不能磕 磕得更倒霉啊 怪不得的 这怎么可以啊 对 就是自己孩子没教育好啊 明白了吗 嗯 哎呦 这个不好 对啊 这妈妈几岁也不知道啊 对 所以请 所以这个 开到慈悲开始 赶快念礼佛呀 叫妈妈要念 是大妈 大妈妈 老人家 不是小妈妈 是大妈 嗯 明白了吗 嗯 就都要念礼佛 给孩子也要念 对啊 嗯 好的好的 赶快念啦 得受啊 嗯 你们以为你们师父啦 整天帮你们削 你们冲着磕头 师父就帮你们接 磕不起的啊 我来冲你们磕头好不好 不要不要 感恩师父慈悲开始 你想的呢 好 第二个问题 在度家人信佛念经的方面 按照师父的开示呢 一般会每天为其念七遍心经 对一些难度的家人 可否加念一定量的解节奏 使其在化解冤结的基础上 有效地接收经文的能量 请师父开示 我在想啊 你们后面两个年轻小女孩啊 跟这里两个老伯伯换换位置 我看两个老伯伯年纪大了 让他们坐着吧 他们这样坐着时间长腰不行 找两个小女孩到前面来 哎 真乖的啊 来 前面两个老伯伯 这么大年纪了 感恩 会不会再说一遍 OK No problem 第二个问题 在度家人信佛念经方面 按照师父的开示 一般都会为其每天念七遍心经 对一些难度的家人 可否加念一定量的解节奏 在使其在化解冤结的基础上 有效地接收经文的能量 请师父慈悲开示 还要加什么 就是念了大悲 解节奏 解节奏可以的 可以的 没问题 一般是念多少遍 解节奏念21遍吧 21遍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第三个问题 师父法会开示 时常寄信做师或旁针博影 覆盖人文 社会 心理学 中医中药等各个方面 佛陀当年也是位全智全卑的大圣人 精通五名各类学术 请问师父 我们除了看白化火法 听开示以外 应该怎样来提高自己各方面的底蕴呢 很多同修平时只念经 看白化火法 看听开示 朋友圈也小了 你觉得他够不够了 他连白化火法 他能够看好已经很好了 是的 但他朋友圈小了 然后度人的时候 除了说佛法 没有和世人共同 就是学得不好啊 你要把白化火法里面 那些东西都背出来 我们美国有很多同修 他们上台去讲白化火法的时候 人家说他什么 他就说 全部都是白化火法 他把它背出来了 他不会错啊 你背出来好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始 最后一个问题 人家讲他 你怎么讲这些啊 他说是师父第几本 第几册里面 第几页他都讲得出来 哇 好厉害 好厉害 美国的 好 最后一个问题 请问师父 有些师兄念经很精进 但心里烦恼不断 有些师父念经不精进 但是心态很好 表现呢也更豁达 这两种状态的师兄是因为 业障不同所导致呢 还是境界不同的缘故 相对而言 哪一种状态的师兄更容易修成呢 给大家请师父慈悲开始 跟基不同 修行不同 对不对啊 有的孩子很用功 在学校里读书很用功 但是呢 他呢 有时候呢 不一定功课做得好 考试考得好 但是有些同学呢 他不好好用功 但是他考试总是考得很好 这就是他的根基啊 对不对啊 所以呢 像这种事情呢 相互弥补吧 其实有些人心态好 也就是他的前世的根基 他为什么会这么开心 他肯定是根基不错 发喜嘛 他开心 想得开 爸爸妈妈也很开心 让他投胎投在这个爸爸妈妈家里 有的爸爸妈妈就很喜欢说笑话 很开心 对不对啊 有的人投在家里比较苦一点 那上辈子他修的可能不是太精进 所以他就投了这样 所以都要好好努力 菩萨说的众生平等 并不是指你的根基的平等 是指什么呢 你在同样平等的人道上 你都可以接触到佛法 不管你是男女老幼 都是平等的 你都能接触到佛法 都能学到佛法 这是平等的 是这个概念 明白了吗 明白了 那如果不是这个概念的话 那你说 有的人富有 对不对啊 有的人穷 有的人吃苦 有的人不吃苦 为什么呢 那就没有缘分了 那上辈子没有讲究吗 全部都是上辈子遗留到这辈子的缘解和缘分 感恩师父 慈悲开示 我们奥克兰观音堂的问题已经问完了 我们一定会继续努力弘法 努力度人 祝师父法体安汤 多来新西兰看看您的好孩子们 感恩师父 那个爸爸不大好 这么静都不常来 师父辛苦了 地址给您请安乐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古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蒙和尚 感恩十方 神世一切 诸佛菩萨 隆天 护法菩萨 感恩恩师 慈父 卢居宏台长 感恩来自原著的法师们 感恩来自世界各地的佛友们 义工们 大家晚上好 我代表日本共修主 向师父请教两个问题 请师父持悲开示 问题一 白化佛法第二册第十六篇 如实修心真心供养中提到的 修心供养药懂规则其中 第三 射受众生供养 射受众生供养 就是我来替众生受苦来供养 就是把所有的不好的事情 自己来受 我来替众生吃苦 我们要救度众生 必须用方便善巧的方法 顺随众生的根基来度化 要以忍涉辱 以大精进涉懈怠 控制住自身的懒惰 以智慧来抵制愚痴 第四 代众生供养 就是代替众生受苦 比如遭遇到灾难 我们要去救灾救难 就一定会受很多的苦 而这些苦是代众生受的 诸佛菩萨为了救度众生 不惜累劫之苦 代众生受苦 我们现在念白话佛法 你念这么多干嘛 把你的问题讲出来就好了 这两个问题 一直念下去了 诸佛菩萨为了救度众生 不惜累劫之苦 代众生受苦 我们现在修行 是不是代众生苦供养 这两种供养 都是要替众生受苦 其中实质性的区别在哪里 请师父持悲开示 受苦 苦修行 我们又修自己 又提众生受苦 这是肯定的 你做榜样嘛 对不对呀 就个简单的例子 大到世界 国家 小到家庭 社会 你说你在家里 你本来老公骂你 你可以骂老公的 你现在觉得受委屈了 他冤枉你了 因为你学佛人 你必须学会克制啊 你不跟他盯嘴了 不跟他吵了 跟他说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对呀 这不是苦吗 但是你 是不是在行菩萨道啊 你让别人都看到 你在学佛之后 你人变了 你像个菩萨了 你不吵不闹了 这个是不是在受苦啊 同时也是在显化 给众生看 我们学佛人 心态不一样 境界不一样 所以 这个苦 是由你自己的心 来感受的 就像法师一样 他们吃得很素 他们很清净 你觉得他们苦吗 他们觉得很快乐 你觉得他们 怎么没有家庭啊 他很快乐 你现在修心里快乐不了 快乐不了 假的 真的 讲两句再讲出来 好好修啊 我告诉你 吃苦就是消夜 明白了吗 明白 吃苦是什么 吃苦就是把自己的苦 要消掉 然后呢 洗涤自己内心的肮脏 你以为的快乐 那是暂时的 那是虚幻的 你内心的肮脏 在心里自私贪嗔痴 慢疑 全部都是内心的 必须把它这些消掉 消掉的时候 你感觉是苦 实际上 消掉之后你干净了 举个简单例子 衣服上的脏 洗的时候痛苦不了 要洗衣服 要洗衣服 洗完了 穿出去的时候漂亮不了 干净不了 那算苦吗 那不算苦 那就消夜 感恩师父 我们开始 问题二 请问师父在孩子房间的文昌位上 可不可以摆放文昌塔 来帮助孩子提高血液 如果可以 请问什么孩子的文昌塔比较合适 请师父持杯开示 随缘吧 不一定的 因为文昌塔的话 放了不一定就是你孩子就好 其实关心菩萨你求了就可以 明白了吗 明白 举个简单例子 菩萨什么都管 但是菩萨下面有很多管各个部门的 你到底是求菩萨呢 还是求各个管部门的啦 菩萨啦 这还不懂啊 感恩师父持杯开示 我的问题问完了 感恩师父持杯开示 请师父保重身体 法体安康 预祝明天奥克兰法会圆满成功 好好修啊 师父晚上好 师父辛苦了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赫萨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 诸佛菩萨 及隆天护法菩萨 感恩恩师卢军红台长 感恩来自世界各国的法师们 佛友们 义工们 大家晚上好 弟子代表 美国加州成郡 共修主 有以下三个问题 请师父持杯开示 问题 请问师父 十二生肖是怎样由来 投胎到某个属相 是怎样的因缘 图腾颜色 跟属相和个人 又有什么关联 吃饭个为什么 老子有问题啊 什么不问 佛法不问 问这个 字典里去查一查 十二生肖是中国的 这个天力 力就是历史的力 上面自古就由来的 你要查的话 你可以到字典上去查 查得到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感恩师父 还没讲完呢 十二生肖 对人的性格 对人的命运 的确是有变化的 所以自古以来有句话 属什么像什么 比较好 有福气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也就是说 你属猪 你吃吃睡睡 就有福气 你吃得着睡得着的 对不对啊 实际上 属猴子 整天动 跟人很像的 性格跟人很像的 明白了吗 这些东西呢 并不能证明 你修心的好坏 学乎的开悟程度 和你的根基 只能帮助你 改变你自己身上的 劣根性 和一些习惯 没有太大的意义 听得懂了吗 那些十二生肖 的确对人 在这个世界上 很多的因缘 果报 造成很大的 分析的 给你分析的基础 真的不一样 什么性格的人 跟什么样的 缘分的人 在一起 比方说 鸡和狗 在一起 你们大家都懂了吗 肯定不好的嘛 结构结构嘛 整天吵架 道理是有的 不是没道理的 猴子 人家说 坐不住 这种女孩子 属猴的 性格比较 豪爽 喜欢弯弯跑 明白了吗 道理都是一样的 好了 只能讲一点点 给你听听 其他不研究 咱们研究这个 下次带你到动物园 去看看 再慢慢跟你讲 感恩师父 慈悲开示 问题三 明知道不好 但老发脾气 控制不住 自己的情绪 发完又 发完又后悔了 忏悔之后 过些天 遇到境界 又发脾气了 这算不算是 一直在造新业 怎样才能 清除发脾气的业障 发脾气 经常发脾气 就是修得不好 我举个简单例子 你是营业员 你每天在店里 跟人家吵架 你说这个人 能不能再做下去 你控制好啊 你应该做营业员 你就必须要懂得 谦虚 谨慎 让人家来买东西 你就这样 对不对啊 那么为什么 你在家里发脾气 为什么你跑到店里 你就看见经理 什么你就不敢发脾气啊 看见老板 你为什么不敢发脾气啊 说明你这个脾气 是可以控制的 只是你在家里 不想控制 因为你觉得 这个死老头 老不是东西 没有用的 你就会发脾气 如果你把你当 你店里的老板呢 你还敢跟他发脾气吗 心态没条件好 你把你老公 当比尔盖茨呢 你会跟他发脾气吗 心态 Do you understand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学会克制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怎么克制啊 每天练 天天练 我不发脾气 我是菩萨 我是观世音菩萨的孩子 我不能给观世音菩萨丢脸 吵架 会损害我自己 吵架 最后只会 留给我更多的伤害 烦恼 每次都后悔 很难过 后悔的时候 好好想想 怎么傻的 又发脾气了 经常这么来 时间长了 就不发脾气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感恩师父 问题三 我们人有很多机会做功德 那么灵性也有做功德的机会吗 如果一个灵性救了一个人的生命 他也有功德吗 可以消罪吗 灵性 灵性怎么救你啊 你这个意思就是一个鬼 救了你的生命了 怎么救啊 你讲给我听啊 好像在电影里面经常有的 所以叫你少看电影 越看越迷惑 一般的鬼 一般的鬼 很难是善鬼 明白了吗 让你生的基本上都是来要债的 明白了吗 他们怎么消夜啊 他们到了下面很难消夜 除非不受惩罚的 可以在地府 英朝地府里面 他们可以这样生活 他们可以念经 但是你要知道 在这种痛苦的地方 有几个人念经的 享受的地方也不可念经 痛苦的地方也不可念经 最能念经的地方 就是人 道 人道在不痛不苦 经常苦又经常快乐 经常快乐又经常苦的情况下 人才能念经 苦的不得了 在监狱里边 谁肯念经啊 享受的不得了 有钱有势 有名有利的人 谁肯念经啊 只有我们这些 一会儿苦 一会儿快乐 我们才能念经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我的问题问完了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预祝师父明天 奥克兰法会圆满成功 广度有缘 师父好 感恩 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摩赫萨 感恩诸佛菩萨 龙天护法 感恩诸位法师 各位 全世界的佛友们 特别要感恩 新西兰奥克兰的 那个义工 所有的义工 这次为我们 辛劳的付出 非常地感恩你们 你们做的膳食 非常地美味 还有交通组的师兄们 非常感恩 感恩大家 弟子代表 香港共修组 向师父请问 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师父在 白话佛法 第五册说 心中无念 福寿言 请师父慈悲开示 如何做到心中无念 但又可修慈悲之心 做到人伤我痛的大悲精神 你以为无念 就没有念头了 就是一个呆子啊 一个傻瓜啊 没有念头 怎么做善事啊 你以为这样啊 为什么叫念念无念呢 你还没到这个境界 善念 到了一定的阶段 慈悲的念头 到了一定的阶段 不念 是指 没有任何私心杂念 没有任何 由我 去除四项的念头 已经是无念了 明白了吗 就做好事 不是为自己的 完全为别人 做出去的好事 没有想过 这个人跟我关系好 我才对他好 这个人对我不好 我不对他好 已经没有这种念头了 完全就是说 做出来的好事 没有觉得好事 因为你已经完全是个好人了 做出来任何事情 都是好事 因为好人才会做好事 明白了吗 明白 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此悲开始 第二个问题 我们在家修持五界 五界 在日常生活中 要用智慧去解决一些问题 可能会碰到 犯了五界中的妄语 如果存善念去解决工作上的问题 或人际间的矛盾 而犯了妄语 甚至奇语 这样是否仍会造成业障 善念和妄语如何选择 请师父慈悲开示 其实在人间有时候免不了 有时候会讲一些妄语 但是这个妄语有一个原则 对人造成伤害的妄语 你是犯大戒 如果不对别人造成伤害 只是为了掩盖自己一些问题 那这个妄语就是小业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然后如果是一个 为了帮助到别人 而且出发点本身不是妄语 而是为了让人家减轻疼痛啊 怎么样啊 实际上在这个性质已经变了 那已经不称为妄语了 明白 明白吗 不称为妄语就不会有业障 称为妄语就会有业障 比方说为了真的照顾到别人做善事 妈妈不告诉她什么身体不好什么 对不对啊 你说这算妄语吗 她为了真的全心全意为了妈妈好 对不对啊 她没有造成别人的伤害 没有造成妈妈的痛苦 反而让妈妈能够心里觉得平衡 没有生什么重病 像这些 所以过去讲叫善意的谎言 实际上善意你就不称为谎言 明白 你要么就是善意 要么就是谎言 如果还是谎言的话 你就有业障 如果你分析她的性质是善意的话 那就不称为谎言了 大家听得懂吗 感恩师父 慈悲开示 第三个问题 师父在白话佛法第十册里说到 人间修行第一 悟性为上 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是把修行放在第一位 不管什么事情一定要想通 就是开悟 请问师父 如果我们处于一个不好的环境 吃尽苦头和吃尽亏 我们除了开悟面对 我们应该设法离开这个环境 还是在逆境里继续修行 等待恶缘转变为善缘 请师父慈悲开示 不是叫你一直吃苦 这个环境不好 如果你觉得 你的还不了这个业障 赶快走 跑了 明白 中国三十六计是什么计 走为丧计 这个你最明白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有些时候是远走高飞 有的时候暂时地离开 有的时候这些短暂地躲避 都是走 要看你怎么走法 有的亲情并不是要离开这么远 有时候 发觉这个环境对你不好 你可以离开一段时间 回来看看有没有改变 气场会不会好 因为有的时候 你这个缘分 这段时间正好跟他们不合 但是过了这个时间之后 你再回来 这些人突然间会对你好起来 实际上是时间的转换 才会让你的因果得到转换 所以你们不要以为 这个人一辈子会对你不好 不可能的 他是时间 有时间的 还有地点 两个人很不好 一起 两个人移民到了 新西兰 再碰到之后 两个人就很好了 对不对呀 明白了 都会转变 过去小的时候 冤家大起来 哎呀我们老朋友 把什么过去的都忘了 所以时间 是一个转换的条件 所以英国都会转换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弟子的问题问完了 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 让我们能够跟师父 在一起发喜充满 预祝师父明天 奥克兰法会圆满成功 广度有缘 让我们多多跟师父 大吃精神的大餐 感恩师父 感恩大家 他说什么 让我们一起跟着师父 什么大吃啊 吃精神大餐 哦精神大餐 感恩师父 师父您好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 诸佛菩萨 隆天护法 感恩吴我利他 恩师卢君宏台长 感恩法师们 医工们和佛友们 弟子代表新加坡 共修主 请教师父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第七意识 是一个分辨意识 任何事情 到了这个意识 就开始分辨好坏 我们不管接触到什么 就自然地去分辨 但是我们在没有足够智慧时 往往是非不分 导致分辨错误 那怎样做到 在第七意识 控制不要去分辨 很难的 因为就算你没有这个 善的分辨好坏的 这个意识 很强烈的这个意识 在那个第七意识 这个在当中 你还会进入这个意识 比方说 人家都在地盘上捡到东西 人家都拿了 对不对啊 你也拿了 因为在你的意识当中 大家可以拿 我也可以拿 对不对 但是你不知道拿了 这是犯错的 那就是你的意识 分辨率不够 那么怎么样 能够加强自己的 摩纳式这个意识呢 那就靠你的第八意识 第八意识储存的 都是好的东西 它会影响第七意识 如果第八意识里面 都是坏的 恶的东西 会影响你分辨意识 这个时候 你就分不出好坏了 所以在第八意识 阿赖意识里面 只能储藏好的东西 不能储藏不好的东西 善啊 慈悲啊 全部存在 第八意识里面 然后呢 第七意识受它影响 就有分辨 意识存在了 分辨好坏的意识了 明白了吗 举个简单的例子 第八意识是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都是好人 对不对啊 从小教育孩子 孩子分辨 这个好的 这个不好的 我爸爸说的这个好的 我妈妈说的这个好的 是从第八意识来的 对不对啊 如果第八意识 爸爸妈妈都是坏的不得了 贪成吃慢疑的 他到了第七意识 他觉得这个东西我可以拿 那个东西我可以拿 你为什么 第八意识的 感染 传播 这个不好的东西 所以使他 摩纳士就产生了迷惑 电倒 明白了吗 明白 感谢师傅慈悲开示 第二个问题 师傅说 千万不要欠情债 因为情债最难还 请问如果一直让家人和长辈 长期的思念 会欠下情债吗 或者一直被人暗恋 会欠下情债吗 of course 肯定的 怎么会不欠呢 你老让人家想你 你不就欠人家了吗 所以很多女人呢 画了很好看 跑出去 撑下 笑 我当然做不了这么厉害了 然后呢 这个男的回到家 哇 想一夜 想一夜 脑子里团似他 欠情债了 明白了吗 所以从某些方面 女孩子不要长得太好看 明白了吗 随缘一点嘛 好了 尤其眼睛 二毛子 不要去老盯着人家看 明白了吗 那父母和家人 也是同样的情况吗 对啊 越是爱的人 我曾经跟你们讲过一个 我自己亲身的事情 我父亲讲过一句话 我父亲很爱我 我父亲说 我最喜欢的孩子 让他走得远远的 以后我走的时候 他不会太伤心 一个父亲 连自己走的时候 都不想让自己的孩子伤心 所以你们要知道 这就是父母的爱 所以你越爱自己的父母 越不要让父母牵挂 你什么都跟爸爸妈妈讲 妈妈整天牵挂你 难过 怀念 想不通 替你忧愁 你不是一个孝子啊 你应该孝子让妈妈 妈妈我很好 你什么都不要管的 我很开心 我什么都很好 妈妈自己也很开心 难道他真的要为你牵挂吗 他没有办法 这么大了 还不懂事情 还要我牵挂 天天吵架 还要回来跟我妈妈讲 让我妈妈帮着你一起烦 你是一个好孩子吗 应该枪毙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感恩师父的 不要去欠情债啊 真的 儿行千里母担忧啊 真的 妈妈已经烦了一辈子了 回家催催背 对不对啊 跟妈妈说说好话 OK啦 打个电话 OK啦 就让她的意识当中 绝引她自己 目前的生活就可以了 她非常热爱自己的生活 天天叫叫花啦 走走步啦 断断断断身体了 可以了 像生过你这孩子 没这孩子一样 打个电话 妈妈好吧 很好啦 这就是孝顺了 妈妈 那又把我打的嘞 妈妈 她骂我啊 她连你都骂尽了 你说这是个好孩子吧 不是 现在明白了吗 不要欠 什么好欠的 不要去麻烦人家 感情上也是这样 去逗人家玩 和她女孩子 要么不要人家的 眼睛来一下 人家跟着你 吓得来 逃了 到处就跟人家说 你看多少人追我啊 追你 少了一个字 多少人追杀你 感恩师傅 第三个问题 有些义工在 共修主的观音堂 值班时 特别喜欢聚在一起聊天 影响到其他人 亲近的念经 屡次给予提醒他们 也不当回事 师傅能否对大家 开始一下 护持观音堂 庄严 亲近的环境的重要性 在观音堂聊天 影响他人 是否功德也会有漏 绝对有漏 漏得一塌糊涂 护法生怒目远征 你们都没看见过 我经常看见 我们观音堂 有人在这么讲 护法人的眼睛 很不开心 你说他有功德吗 怎么可以这样啊 在里面积极给我讲 你度人还好一点 你讲乱七八糟的事情 你今天白来了 功德一点都没有 还有漏 不可以讲 要讲出去讲 到门外去讲 你说你观音堂很小 门外没地方了 到马路上去讲 你爱到什么地方去讲 就到什么地方去讲 买杯咖啡 到咖啡馆去讲 不要在观音堂里讲 听得懂吗 这种旅教不改 你说师父讲的 赶出去 什么时候改了 进来不讲了 再进来 他再不改 找个人盯住他 一讲就把他叫出来 没什么客气的 我师父讲的 有本事叫他放马过来 讲几句没关系 我们法系充满 你念了几遍了 这种都没关系的 不停地讲 讲家里讲什么 怎么可以啊 有意见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始 弟子的问题问完了 在此预祝师父 明天奥克兰的法会 圆满成功 广度有缘 感恩师父 感恩大家 谢谢 感恩大慈大悲 救护救人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恩师卢台长 感恩十方三世 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 感恩法师们 和世界各地的佛友们 我是新西兰 哈密尔顿公修组的 我有两个事情 请师父慈悲开示 那是新西兰 另外一个城市的 对 那什么地方啊 哈姆腾 哈密尔顿 哈密尔顿 没听过 讲下去吧 有一个同修 今年年初 动土盖了房子 念了21张小房子 现在房子已经建好了 还有两周就要搬家了 在这之前 师父 你说六张够不了 21张 他念了21张 在这之前 师父需要再念小房子 还要念 需要念 你要搬家 要动土的话 21张都不够 要念多少张啊 再念21张 试试看 好吗 好 谢谢师父慈悲开示 那么这些孩子都很老实 第二个问题是 我有一个小女儿 今年八岁了 她能和菩萨通商气场 菩萨总是通过她 来指导我修行 你要听她 听她讲什么 我在国内也是念经 今年五月份 我来到新西兰 接触到心灵法门 开始念诵 小房子 十来天的时候 我家小女儿突然入定 她说她去了极乐世界 描述的极乐世界 和经书上是一样的 她还知道自己的前世 和别人的前世 她还告诉我 国内我其他同修 修行上的问题 这样的情况有两三次 几岁啊 八岁 这样 拉出来溜溜 不是现在 不是现在 就是这样的事情 她还有两三次 实际在 还有很多 千万不要鼓励她 你听得懂吗 你都不知道 她身上是哪路神仙呢 有时候 你稍不留神 就会害了她了 有很多孩子 就是这样的 妈妈 就是让她 她不停地看 不停地看 身上灵性就上去了 你广播听到过吗 我觉得是前几个星期 有一个人打进电话 结果把孩子 变得神经病了 我是没有让她看 是她有时候 她就会告诉我 一些事情 她告诉你一些事情 听过算过呀 叫她不要去看 你跟她说 你不要去看 听得懂吗 不能看的 你以为呀 她还主要是 就是我 因为我 修心灵法门时间不长嘛 有许多问题不明白 她就让我看白话播法 我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我就把白话播法 就基本上看了一遍 我也开悟了很多 也得到了很多的加持 真的也非常感恩 你少把她在家里 这么小碰得太高 我没有 你会害她的 听得懂吗 你说以后碰到问题 就问女儿啊 怎么怎么 时间长了就出事了 你要知道啊 很多是身上有正神来的 这个孩子肯定前世有修 而且会境界很高 她身上可以有一些菩萨 或者有一些仙到她身上 这些仙也是好的 她可以看到很多东西 她可以通过她嘴巴跟你讲 但是不一定就是她身上的功德 明白了吗 不是大神童 小的天眼会看 很多人都有 所以你以后不要什么问她 妈妈修得好吗 你看看妈妈现在莲花怎么样啊 你叫她看好了 我没有为我 来来 叫她来给我看看吧 听得懂吗 我最主要是关心这个问题 我们家孩子也没有食全素 所以你想了 没吃全素看到的 我曾经讲过吗 我没跟你们讲过啊 没吃全素的孩子 看出来的全部是真的 不是真的 真的懂吗 她说的就算说的 西方极乐世界都不行 过去的童子 就是有菩萨要护在她身上 有人家善才童子 有这种 人家说从小就是童男子 菩萨要护在她身上 她也是很干净的 吃荤的人不上身的 菩萨绝对不上身 上身的是仙 是地神 所以你现在知道 你女儿是谁在她身上的吧 还要我讲吧 好的 不要讲了 好的 所以跟你们讲了 我不懂啊 你不要害死她 听得懂了吗 好 明白 好了 叫她以后不要看了 好 行 谢谢师父 明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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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行 我的问题问完了 谢谢师父 就专门问你自己问题来的 我们 哈密尔顿就两个问题 哈密尔顿了 阿密尔来了 对 好 冰山上来客 好了 谢谢 祝师 祝师或身体 那个 发体安靠 感谢师父 你看我不就救了她女儿了 上次来了一个报纸上就是的 前两个星期嘛 一个女的 就是也是她女儿 好 什么都看见 跟她讲话 妈妈把她 一整天问她女儿 最后女儿 神经病了 整个胡说八道在家里 开玩笑了 你能碰到几个 在这个世界上 要大声通 听得懂吗 好了 尊敬的恩师 您好 千诚弟子 给您请安 什么弟子啊 千诚弟子 给您请安 千诚弟子 新的嘛 从来没听着过 感恩拿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赫萨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 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 卢俊宏台长师父 感恩法师们 感恩世界各地来祝园的佛友们 感恩新西兰的义工同修们 大家好 我代表澳洲布里斯本公修主提以下三个问题 请恩师慈悲开示 一 观音堂的值班人员 在针对一些不如理不如法的情况 比如穿短裙 穿短裤的 在佛堂里聊天 说话 打扰别人的等等 如果态度温柔或生硬的提醒或阻止 而引起对方不满 而不再来观音堂了 值班人员是否有业障呢 要看的 这个人如果有缘分今天来了 但是他穿得不如理不如法 或者讲话 应该好好地跟他讲 对不对啊 你不应该跑得去很凶啊 你很凶你断他的会命 你当然有业障 你好好跟他讲他不来了 缘分不够 欠欠俊子 讲错了 前程弟子 如果我们值班人员不管他们 是不是也有业障呢 当然了 也有业障 明白了 所以现在知道学佛这么容易的 就是要管 跑过去 小妹妹啊 菩萨很庄严的 你今天求什么会灵什么的 但是呢 你穿裙子呢 就是不礼貌了 你看 我们都很庄严 对不对啊 你今天磕头 要前程 怎么叫前程呢 穿裤子 你现在在前面磕 对不对啊 人家跪在你后面就不自然了嘛 所以你要懂这些 好吗 小妹妹啊 然后走的时候 她不开心的话 小妹妹呢 送个糖给你带回去呢 买点巧克力糖 这叫妙法呀 你是不可以的 出去那么好了 人家跑掉了 那你真的是断了人会命啊 人家本来应该这个时候 就开开悟了 可能她要过一年之后才能再开悟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感谢师傅这样比较圆融 肯定不够圆融 二 许愿非常重要 但是有些佛友不敢许愿 怕形成妄语 比如自己已经开始吃素 却不敢许愿 因为有的时候会参加社交饭局 怕饭店素材中有荤的东西 如肉汤啊 而不敢许愿 请师傅开示 在许愿时 应该如何把握尺度 是不是非要等到条件百分之百符合才能许愿呢 你说说看 你出一十五许愿可以 那就是境界很低的 再上去 你要说我吃多少天 实际上这个已经没什么用了 境界不高的 明白了吗 因为你吃一天昏 它可能就多杀一条鱼 对不对啊 你要把这个想法 你最好的方法就是 因为你守戒了嘛 你今天许了愿 你就是守戒了 守戒的境界就不一样 因为你守戒了 你就不敢再吃了 对不对啊 你不守戒 碰到人家吃 要吃 反正我没许愿 又吃了 那你永远不能守戒 永远不能进步 对不对啊 必须守戒 有什么关系啦 吃肉鞭菜的话 回来念念经 跟菩萨对不起 不要有意的 真的 没办法 那明白了 感恩师父 三 有时候在观音堂 值班工作的太晚 错过家里佛台的上香时间 该怎么做呢 没关系的 可以在观音堂 为家里的佛台上新香吗 可以的 你在观音堂里边 供菩萨的时候 家里没问题 但是不能经常 经常不在就不可以 听得懂吗 明白了 感恩师父 预祝奥克兰法会 还有明年二月份的心理法会 及我们所有的法会 都圆满成功 费了好大的劲 才讲了最后这么一句 开始都是有气无力的 我想说一句 就是在我们心中 观音堂是最伟大的 最可爱的 我们的恩师是最珍贵的 最值得我们 很骄傲的 感恩大家 记住了啊 珍贵 熊猫珍贵嘛 还有什么珍贵啊 澳大利亚 考拉 带鼠 又多了一个珍贵的了 师父好 弟子给师父请安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十方三世 诸佛菩萨 及隆天酷法 感恩慈悲为怀 度人无数的恩师 台长师父 弟子 仅代表多伦多 共修主 向师父提问两个问题 请师父慈悲开示 他们飞过来要25个小时 你看我跑到哪里 美国的 加拿大的 你看他们都是很远的地方 你看他们香港飞过来 也要很长时间 那个亚洲飞过来 他们都跟着来 哎呀 我真的是很 还好你们奥克兰 还能给他们吃东西 我都觉得谢谢你们 感恩师父 感恩大家 问题一 师父一直告诫我们 学佛人不要轻易打官司 现在我们共修主 遇到了一个问题 由于房东在合约租期内 换人了 前任房东不愿意 退还我们多付的 租房押金 以及多付的水电费 其理由是 留给我们共修主 一些免费的物饼 比如凳子什么的 由于师父平时教诲 我们不要跟人结厄缘 不要轻易和人打官司 那么针对我们现在的 他多少钱 数量可以达掉质量 大概他欠你们多少钱 三千多 三千多是吧 后来呢 讲下去呢 对 我们如何 可以如理如法地 把这笔钱要回来 共修主可以向小额法庭 起诉前任房东吗 还是鉴于他曾经 免费赠送过物品就算了呢 恳请师父慈悲开示 先找个律师 写封信给他们好了 律师费也很贵的 你不知道我在开示你啊 对不起 现在听得懂了不了 找律师要花钱不了 要精力不了 搞下去还不止三千块呢 现在知道了不了 你找个法庭上 也要花钱的吧 对的 对的 你折算一下 他的椅子值多少钱了 一千多有个了 不够我们再去拿他几个桌子嘛 好了 开玩笑 他不愿意再赔了 算了 钱都能再赚的 别去跟人家搞了 搞什么东西的 人都跑出来了 跑出来了不了 对 他已经走了 什么叫他已经走了 没有 就是我们 现在就不怎么联络的 是啊 就你们搬出来了 是不是 没有 我们一直住在那里 老房东走掉了 对 我们原来是 他分租给我们 等于转租给我们 那么现在 那么现在换了个新房东了 对不对 老房东还是原来的老房东 现在我们自己跟老房东谈上了 你们跟老房东谈上了 对 然后呢 就把新房东甩了 把那个原来的房东他 弄掉了 那么原来的房东欠你们三千多块 那活该了 那你为了今后将来的赚钱便宜 那你没办法了这种事情 不要再去搞了 明白 听得懂不了 明白 好好念经了 有时间多度几个人了 赚钱块钱 哪不能找啊 好的 明白了吗 明白 赚钱 可怜的孩子 善哉 善哉 好几个晚上没睡好觉了吧 这还了着 三千块钱 死人的呀 要了命了 真的是 对不起 对不起 拿人家板凳坐到现在 折旧费不算的 他给了你多少板凳了 有大概三百张吧 三百张 三千块 你还要找他一千五 他要打官司 你卖掉他两百张 听得懂吗 就拿回来一千五了 还留一百张在那里拥有 登报呀 登报 网上免费 吃饱饭没事干的 这些孩子你说我不教育行不行 这些孩子你说不教育 还要打官司 哎呀 我们是观世音菩萨 大慈大悲观音堂 打官司 这么没脑子的真的是 拿了人家三百张板凳 还要为人家要三千块 你黄世人还是慕人志啊 你们坐了人家板凳多少时间了 折旧费不算的 明白了 小丫头 眼睛小 气量小 你们看得到他眼睛吗 不能再看了 好好改 好 听得懂吗 好 是不是帮他们在管会计啊 不是我 不是你啊 不是 眼睛现在大了 气量大了 大家开心不开心啊 发起充满了 对不对啊 从人家身上 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有时候打官司 律师赢 两边都输的 律师赚钱啊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傻子 真的 你实在不行啊 你把板凳卖给我们好了 你运到澳洲来吧 加拿大运到澳洲 运费五千 不可以了 现在我们观音堂要扩大 还要追加 买好几百把 是吧 要大 还要追加 对 哎呦 还要买好几把 好几百把 再去问他要呀 不问了 这些孩子 我告诉你 哎 又可怜 又讨贤呢 真的 你要管呢 没事不管 怎么办啊 都乱来呀 很多人都不懂啊 明白了吗 不要打官司了 马上什么事情都没有了 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 好的 那么继续 再去买五块钱一把的塑料板凳 我们东方台也好几把了 好的 那么我继续 问题是问题二 弟子规中 有一句称尊长 悟乎名 台长师父 作为我们的精神导师 我们是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就有师兄提出 按照弟子规中的这一句话 称尊长 悟乎名 我们称呼师父时 年名带姓的喊 卢君宏台长师父是不礼貌的 请师父慈悲开示这种说法对吗 我们要如何称呼师父 才能让我们自己显得更恭敬呢 过去不能称人家名字的 明白了吗 比方说老夫子啊 对不对啊 说人家尊长啊 说人家老师啊 你不能说连姓代名一起出来的 明白了吗 现在呢末法时期 你们只要对师父心里尊敬 那么爱怎么教就怎么教 我都无所谓的 你们尊重我只要在心里就好了 很多人冲着我 师父心灵 你有什么用啊 对不对啊 好好的心里尊重师父 然后好跟师父学 叫什么都没关系 好好的尊重师父 好好的跟着观世音菩萨 学慈悲 学各种礼节 戒律 你们也会变成一个非常好的孩子 变成一个非常懂礼貌的孩子 明白了吗 明白 尊敬的师父 弟子的问题问完了 在师父的慈悲引领下 多伦多观音堂经过了这些年的洗礼 目前状态进入佳境 真诚感恩 南无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慈悲保佑 2018年师父您在北美有两场大型的法会 多伦多的师兄们会进最大的努力助援兄弟共修会 同时我们也迫切希望师父的甘露撒到多伦多的大地上 你们板凳不够啊 我们已经有计划买了 你看老师吧 真的很老师的 他以为我讲的是真的 你看这孩子 说明学佛的孩子就是老师 我告诉你们好好学天上都是菩萨 你看他老师吧 那我们已经 他刚说什么 有计划买了 又买来了 对不对啊 有计划买 多买一点吧 那你们买好了我就来了 今年就能好 好 再次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预祝师父明天的法会殊胜完满 感恩 圆满 圆满 感恩奥克兰共修主的心情工作和无私的付出 感恩大家 很可爱 虽然眼睛不大 但是很可爱 现在你们知道了吗 学佛人是讲心的 不是讲外表的 心灵没讲话 哎呀 怎么长得有点像一个企业家 很有名的企业家 你们看看像不像 我没讲 我也没讲人家名字 好 讲吧 是吧 声音也有点像 感恩 感恩南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摩赫萨 摩赫萨 感恩十方三师 一切诸佛菩萨 吉隆天赋法 感恩大慈大悲的台长 感恩 感恩法师们 感恩国际的佛友们和全体义工们 我代表美国旧金山共修会的 提出 向师父 弟子们 向师父提出两个问题 好 请敬爱的师父 慈悲开示 第一个问题 师父摆化佛法讲道 有妄想 一定会颠倒 看事情都不一样 因为你有妄想心 才会身处苦忧心 请师父慈悲开示 我们怎样自察 在看事情和大家 不一样时 是独际慧眼 还是颠倒妄想呢 是否看人 看事物 看到光明 积极的一面 就不是妄想 请师父慈悲开示 首先看问题要现实 比方说你看一件事情 你首先要现实存在的问题 你要看到 这是正能量 然后呢 把这件事情往好的地方去看 明白了吗 一件事情 可以往好的地方看 也可以往不好的地方看 有没有 比方说 一个人去检查身体 医生告诉他说 报告要下个礼拜出来 我们也不知道 他是 这个肿瘤是 癌症 还是一般的肿瘤 这样的话 你首先 肿瘤是存在的 你必须要承认 第二 肿瘤 你往好的地方去想 我做善事 我一直不吃活的 我在守戒 应该不会有癌症的 就是有了癌症 我也会 菩萨会保佑我 克服的 那你就是在往 正能量方向 你就不会颠倒 妄想 如果你往不好的地方想 你就开始妄想了 怎么妄想呢 吓坏了 可能是癌症 癌症之后怎么办 我很多的钱怎么办 我应该写衣图 我应该怎么样 一下子 全来了 所以正能量的思维 和负能量的思维 给予你精神上 很大的压力和创伤 如果像正能量 你会充满着希望 如果负能量 你会充满着 很大的受伤 心灵受伤就这么来的 整天害怕 恐惧 忧郁 烦恼 那么这个人就会得 忧郁症 所以 这就是要辨别 自己心态的一个 很好的方法 第一 尊重现实 第二 往好的地方去想 那就不叫打妄想 好了 感恩师父 慈悲开示 第二个问题 有同修 想出家 但家里上有老 下有小 要照顾 是否属于出家机缘 不成熟 福报不够 多念小房子 和家人的要经者 或者哪些方式 可以家属 促成出家机缘成熟吗 还是自生自厌 如果坚定的话 可以直接 抛瘸家庭 家人将来 自会有菩萨 保佑和安排 请师父 慈悲开示 这个问题很简单 最好 家里人同意 现在缘分还不足 明白吗 不要随意出家 实际上出家 是一种境界的提高 你把家里搞得个乱七八糟 全部抛开了 你这个境界不叫提高 明白了吗 你把家里念经念了 他们都同意了 欢欢喜喜 像我们法师都是 家里都同意的 欢欢喜喜出家了 所以他们 没有牵挂 更好 如果你把家里一甩 好了 你出家了 人出家 心没出家 你会给自己 制造更多的麻烦 所以我建议 一定要机缘成熟 才能出家 感恩师父 慈悲开示 我的问题问完了 感恩大家 我们北美旧金山的同修们 向师父问好 谢谢 敬爱的师父 我们感恩你 我们想你 我们爱你 我们族师父的法会 常常圆满成功 感恩大家 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 感恩卢君洪台长的 慈悲开示 本次世界佛友见面会 原本没有安排 看图腾的环节 但师父慈悲心系 悲苦众生 特别安排 为重病佛友看图腾 让我们再次感恩 慈悲的师父 卢君洪台长 开呀 花筒开呀 开了 不是你开 他们开的 讲吧 感恩南某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隆田父 感恩恩师 卢君洪台长 给我母亲这个看图腾的机会 我们是来自新西兰首都惠灵顿 我们自己的业障 自己背 我母亲1938年属虎 是你妈是吧 对 想看什么 主要是身体 肾衰竭 眼睛都一刹糊涂 有一个眼睛几乎要看不见 很麻烦 他 症状不好 而且不是一天两天了 对 他现在已经做透析了 现在几次医生要求做 他还没有最后决定做乡 请台长救救他 很麻烦的 你这个妈妈 钓过孩子 对 对 你这个妈妈年轻的时候 有杀业 听得懂吗 有杀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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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椎不好 顶椎不好 对 对 右眼 右眼很不好 耳朵 耳朵也听不清楚 耳朵特别不好 还有啊 就是记性啊 一塌糊涂 记忆力 对 小便也不好 嗯 关节也不好 对 你这样 你要给他念 七百张小房子 要许愿 好吗 好 七百张啊 到你妈妈现在要许愿吃全素了 可以 可以 她身上爬的 很多的鱼 非常多 你现在 如果叫他不做透析的话 你要叫他吃大愿 而且每天要 喝温的大杯水 现在就喝了 现在喝了是吧 嗯 还有 每天要念礼佛 三到五遍 我现在念三遍 嗯 你妈妈有一个打菜的孩子 特别厉害 这个男孩子 蛮大的才打掉的 这个孩子整天在你妈身上 我讲话听得懂吗 要把他超度掉 不超度掉的话 他会弄 弄死你的 很恨你 本来就是 讨再来的 你又把他弄掉了 所以他会 晚年弄你两个地方 一个是 两个肾脏 全部会衰竭 第二 弄得你眼睛下掉 你要赶快超度他念经 叫你女儿帮你一起念 我刚刚还跟我母亲的介绍 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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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妈妈的好 有什么介绍不介绍的 你为了你妈妈好 你就应该付出 好 你妈妈小时候也没 白喜欢你啊 好 对你很好啊 好 对不对啊 你妈妈唯一的 就有一个 就是你过去 谈过一个恋爱 他对那个男的 很不喜欢 拼命地搅 但是这个男的 的确不是太好 有不了 听得懂吗 你好好念经啊 你不念经 你也有结啊 明白了吗 好的 七百张小房子 帮你妈放生 一千五百条鱼 好的 好吧 第一波 放鱼什么时候放 我现在回不了中国 打电话 叫中国的亲戚帮你放 我打过 你如果不找家里人放 你叫我们 这个这个 他什么地方来啊 奥克兰啊 惠灵顿 我们在惠灵顿 惠灵顿 惠灵顿 惠灵顿们 你们找 找光阴堂们就好了 惠灵顿有 供修会吧 有供修会 他有可能 他也不 我以前说过 什么的 去找 好吧 有地方放的 老妈妈 你现在几岁啊 我呀 79 看见了吗 79个节啊 我告诉你啊 你赶快要多放鱼了 你妈妈的瘦 已经差不多了 阳瘦到了 他要靠放声延续 我今天讲话 你都听好了 好的 你要想 长命的话 第一次全数 第二好好念经 明白了吗 一圈五百条 没听到啊 明白了吗 像我昨天 讲的故事一样的 走财奴 好好放啦 你妈妈有点点钱的 藏着了 像看家本一样的 不肯拿出来了 放声没问题的 没问题 饿不死的 没问题 没问题 命重要还是钱重要啦 什么 钱重要 命重要 好了 好了 明白了吗 明白 你要我救你的话 可以到84 感恩 好吧 我不救你 最多拖到明年八月份 我知道师父能救我 知道 知道吗 听我话要不啦 吃全数知道不啦 我知道 我就开始吃全数 还要许愿 好好的许愿 好好地念经 这辈子要做好人 明白了吗 我念 小房子 念多少 七百张 七百张 慢慢念 念到你七百张 念好了 你的病也好了 你不好好念 你可能当中就走了 我跟你讲话 你要听台长话的 我能救你 靠你帮忙的 我帮不了你忙的 你不念我有什么办法 我一定能听台长的话 每日功课怎么办 心脏也有问题 胸闷啊 而且手臂发麻 我这个 最近吧 这有房那个 有一块硬结 我还挺呆结 不知道是 卤房这里没问题 没有什么大问题 一个小结 像这么小的一个结 摸得出来的 没问题的 这个不会转化 你主要还是肾脏 肾脏不好吧 关节的腿走不了路了 你赶快了 好好念经了 要晒太阳 缺少维他命D 好好地拜佛 过去很凶 现在不能再凶了 明白了吗 你这个人很强势的 命很硬的 你女儿看见你都怕了 明白了吗 对 看见了吗 女儿什么都不敢讲 这个敢讲了 对 讲了还不敢 很想 每日功课 请问台长怎么说 请问 礼佛三到五遍 讲过了 大悲咒十七遍 心经二十一遍 好了 好好念经了 就你一条命 你要吃素的 不吃素活不了的 明白了吗 我一定听台长的 我都知道你藏多少钱 听得懂吗 放点声绝对没问题的 可会藏了 而且我看得到你过去 家里有一套红木家具 过去 你们家里很小的时候 你们家里 就像红木一样 这种紫 紫 汤红的这种木头 我过去小时候 家里挺有钱的 我爸爸都做生意 看见了吗 谢谢台长 她女儿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我知道 妈妈明白了吗 你放心好了 你妈妈一定会把钱 不给你的 还有什么 请台长 看看我家里佛台怎么样 我原来最想请佛台 家里还有其他省 供的其他省 对 最初不太了解 我母亲在中国请了佛台 还有县 县家 后来从中国又观到心 都看到好几尊的 没关系了 好吧 自己再供一尊 观世音菩萨 我们的观世音菩萨吧 有观世音菩萨 请 一定请观世音菩萨 怎么 怎么 看不到啊 是好像镜框的是吧 是 童 童的 不是我们的呀 不是 根本不是我们的观世音菩萨 不是不是 他那是七年 他那是七几年 看见不了 我那个腿 我这个 脊椎骨摔了 摔了以后 我人说要我请佛 我请佛 他搞都搞不清楚 我们的观世音菩萨 我说叫你再请一尊 我们的观世音菩萨 好的好的好的 放我自己家 我没带我女儿家 我请了 我要供修主请的 嗯 一张照片是吧 对 嗯 看见了 应该在我家 好好供啊 好吧 你把它不要供在边上 要供在当中的 是我家还是他家 就他请的他家呀 他家 嗯 他家 你家 你家 他家 人一走 哪个是你的家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好念经吧 好了 还有什么问题啊 请问一个王人 讲吧 田达阳 田野的田青草的 田野的田 道达的达 海洋的阳 是我父亲的 田达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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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的阳 道达的达 姓田的男的是吧 男的 个子不是太高 对 眉毛蛮浓的 对 是不是你爸爸了 是我爸爸 看不就看到了 受你妈妈长期欺负的 人很好的 对 人大爱 赶快给他念了 很自由 在地府 很自由 在地府 很自由 给他超度 以后给念上去的 明白了吗 五十七 好的 谢谢 好了 谢谢 谢谢师傅 还好姓田 叫田达阳 如果姓田呢 田达阳 达阳你们听得懂了 关门了 感恩 感恩 大慕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莫赫萨 感谢龙天 护法菩萨 感谢恩师 卢台长 自己的业障 自己悲 我先生是55年 出生的 输养的 现在得了BIA 请师父 慈悲开诗一下 哎哟 又是一个 吃货 过去活的东西 吃了太多了 他这个BIA 长得这个地方 蛮尬尬的 听得懂吗 就抠进去 那个地方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师父 他可能 要做一些 化疗放疗之类的 他以前啊 在国内的时候啊 放过疗 完了 把两个耳朵 现在都已经听不见了 所以说一说放疗啊 他特别 紧张 其实化疗放疗 就是给你吃苦呀 这些都是地府的 刑法 就是你自己这个人呢 这个嘴不把边 第一呢 就是吃了太多 昏的 这种活的 第二呢 过去呢老好打抱不平 有些事情你根本不知道 他有缘分 因果在里面 你以为帮了人家 实际上你动了人家因果了 这你会倒霉的 对 对对对 对对对 我告诉你 他不但鼻咽癌 他前列腺 很不好 小便非常不好 他以后还会生前列腺癌 你要叫他赶紧 赶紧吃全素了 今天吃了师父 你叫他吃海带 好 好吧 好的 还有那个蜗菊笋啊 蜗菊笋你知道吗 知道 大家知道蜗菊吧 蜗菊笋是防癌症的 非常好的 感恩师父 非常好 还有海带也是防癌的 连蘑菇都是 你要叫他吃这个东西 好的 然后你要叫他去大院 好吧 现在也放生了 我现在看到他身上有个鬼 头上包块纱布 有没有一个兄弟姐妹的 死的时候 好像开过 头上开过刀的 有吗 你有没有子贝 或者弟兄 师父问你说 有没有开过刀 有个那个撒布 有那么个人 头头 不是 就是人去世了 有没有那么个人 现在已经去世了 师父看在你身上 你想想 兄弟姐妹 兄弟姐妹 开过头上 开过刀的 头的开过刀 你想想有没有 兄弟姐妹 表的也可以 表兄弟什么的 三十四一下子 有没有 想想 开过刀的 这个人在你身上 男的 想想有没有 男的女的都可以 我看不清楚 现在 想不起来了 在她身上 好了 想不起来是吧 后天吧 晚上我叫她来看看你 别 别啊 鼻子很大 眼睛抠进去的 给她念小房子吧 行 六十七章 好 谢谢师父 好吧 好的 再弄她呢 哦 她现在眼睛也不好 对 她眼睛也不好 她现在关节也不好 脚关节也不好 脚关节也不好 知道 知道 对 对 我会说错的 不会说错 看看她还有哪里不好 哎呦 过去 啊 所以以后不要跟人家打抱不平了 搞也搞不清楚啊你 搞不清楚 过去打人很厉害了 我看到她的过去的 过去的 嗯 前世也许是 什么前世啊 金氏啊 金氏啊 他没打过你啊 你敢讲啊 我都看见了 好好忏悔了 还穿着红衣服呢 敢使不息 打你都打了 我都看见了 抽你个头啊 还在我这里撒谎 听得懂吗 改毛病 好 一定改 师傅 谢谢您 好了 放放生 放八百条鱼 好 好了 小房子要多少张 师傅 不讲了吗 六十七张 六十七张 我想起来 每天的功课 你说她耳朵不好啊 刚给她 刺耳朵了呢 六十七张都听到了 每日功课 怎么做师傅 什么 功课 礼佛 礼佛要念 三遍 他现在念五遍 五遍最好 心经念 三十九遍 三十九遍 大悲咒念 二十九遍 二十九遍 西佛魅罪真言 念四十九遍 好了 好吧 还有一个姐姐咒 她姐姐咒 明白了吗 明白了 以后对你老婆好一点的 好 你看耳朵好了 好了 耳朵好了 明白了吗 我告诉你啊 她人不坏 脾气坏 家里在家里 什么都能修 你是来还她债的 听得懂吗 自己还不知道了 为她吃了这么多的苦 你都不知道 你要赶快念经的 念了不了 谁呀 我呀 我也念 我们俩都念呢 念了多少时间呢 哎呀 我 我是 去年的 那个十月份 来到西西兰 完了十五月份 就参加你这个法会了 你看了吧 开法会读多少人呢 完了 参加法会了以后 看到一开始 和 就是 这些头秀们 就是这个 病 治好了 来感谢你的时候 哎呀 我当时我挺感动的 完了 我回去以后啊 就是在报纸上看着说 我当时点点响 我说 你们现在知道做功德了吗 嗯 你们知道你们救一个人 圣造七级福陀啊 你们都不知道啊 你看你们登登报纸 你说登的报纸 你说有没有功德啊 他看报纸看到的呢 我看报纸以后 我一看啊 哈密尔顿这样 有个功修会啊 完了我就 跟我儿子说 我一看 几月几号啊 我说 儿子 你别我去吧 完了 进去以后 我就挺激动的 我说 你好好度人 来到这里以后 我怎么 少讲话 多念经 好 一定的 你跟他两个人 一起好好念经 他的病 如果他好好地忏悔的话 他可以好起来了 死不掉的 好的 谢谢师父 好吧 好 死是死不掉啊 但是会吃点苦 就是他过去 这种杀叶 所以你以后要 真的要好好地劝他 一定要吃全素 现在吃了 我们俩都吃全素 好吧 好的 请以后多帮帮忙 你们功修会 搬搬书啊 什么叫他搬 死不了的他 行行行 好吧 好 谢谢师父 谢谢师父 人就是这样 一听师父说 死不了的 马上气也住了 好了 好了 可以下去了 好了 谢谢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好 谢谢大家 好了 那个 明天见了 师父留点嗓子 明天讲了 好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让我们再次热烈的掌声 感恩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 卢君洪台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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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